习近平主席将在钓鱼台的宴会厅为来华访问的柬埔寨首相红森举行舞宴 经过允许我们来到了今天宴会厅 一走进来马上就被餐台的精心布置所吸引 大家看餐台中间可以说是山水环绕 尤其是我们看到餐台中央那艘帆船 大家应该看到了 这个模仿的是正和下西洋史的宝船 也寓意着我们中检关系在阳帆远航 同时在检方这一侧 大家看到有一个建筑造型 这个建筑造型就是中国所原建的柬埔寨国家体育场 它这个规模投入也都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个体育场的造型也类似于一艘巨轮 我们知道习近平主席曾经多次在不同的外交场合用船来做比喻 比如说他曾经说过各国不是乘坐在一百九十多条小船上 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 大国外交最前线 我们继续关注 得云